神奇女侠盖尔加多产后复出又有新作了,他将主演由网飞重金打造的惊悚动作片《铁石心肠》,今日他在本片中的角色定装照所次曝光,怎么样还满意吗? 本片将由热播英剧《玉学黑帮》导演康姆哈勃指导,《50度灰男》主角英国帅哥杰米多南也将加盟这部新片。 网飞计划将《铁石心肠》打造成一个以女性为主角的动作片系列,风格定位类似女版蝶终蝶和007系列。 另外盖尔加多去年为网飞拍摄的《红色通缉令》也大获成功,在片中神奇女侠单挑巨石强森和小剑剑雷诺兹非常精彩,本片目前是高居网飞观众收看时间最长的原创电影,所以网飞一口气又预定了两部续集,所以光是来自网飞的片约都能让盖尔加多赚得盆满钵满。 虽然他今年主演的《尼罗和尚的惨案》票房不佳,但是他主演的下一部新片《埃及艳后》仍然是各大电影公司争夺的大热电影。 另外华纳还有《神奇女侠3》和《正义联盟2》等着他来主演,看来女神是嫌不下来了。 喜欢欧美娱乐,关注家囊电影,我们下期再见。